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日前有媒体报道 高雄市南子区经常出现一名阿伯无罩骑着机车踏踏走 阿伯因为骑车不戴安全帽 只戴自制草帽的特征 多次被网友拍下并戏称为野战阿伯或草帽阿伯 但也因为他无罩驾驶且未戴安全帽 几天前遭警察开罚单 而今天一日 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自己早收过好几百张罚单 但宁愿把钱花在女人及喝酒上 就是不要交给政府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 经媒体报道后而在网路上爆红的野战阿伯 62岁的何姓男子目前定居在高雄凤山已20多年 子女也都成家 一人独居的他生活逍遥自在 常常骑机车到台北花脸找朋友 威身上就是没什么钱 每月只能靠儿子接济 住的房子也不是在他名下 真的是两袖清风 野战阿伯夸称自己的草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顶 花钱还买不到 是用棕榈叶、麻绳、藤蔓等编织而成 每顶寿命约半年至一年 坏了就在找花草重新制作 连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父母南下高雄为立委许致结造势 看到他这顶草帽时都夸赞有特色很漂亮 而关于日前遭到警察开罚单 野战阿伯则称自己多年来早已被警察开过大约几百张罚单 但因为没钱缴所以干脆都不缴 他说我的钱是要用来吃饭的不可能 缴给政府我的人生政府管不着 小男丁一点 我若有钱宁愿把钱花在女人身上积喝酒也好 就是不要交给政府